完成以後 我們會在這個期間 另外辦幾次的說明跟討論 包括規劃設計 那景觀也照憲哥老師講 會另外再開一個委員會 包括車站的部分的討論 還有那天其實也有里長跟我提醒說 一下那個新北投捷運那邊的動線 跟整體營造確實有在討論當中 謝謝 我想在接續的過程裡面 隨時還是請各位委員在各個場合 都來下場的建議指導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剛才就討論到這個地方 我們繼續下面 沈憶安一 紹興北街31下53號 糧食局倉庫保存範圍即登入理由審查 提醒審議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18條 歷史建築登入廢紙審查及補助辦法 本案的辦理情形簡述如下 一本案的建物本體坐落於中正區成功段一小段 一百三十地號 那建物及土地均屬國有管理機關為國有產品屬 本案是 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二條列策追蹤 並請提報人依委員意見再行深入 考證真實身份 並視相關資料完備後 續辦理文化資產價值審查事宜 會刊記錄翔附件一第三至四頁 現場照片翔附件二第五至六頁 因此本局隨秉於全責辦理後續的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三本局於一百零零年五月五日辦理本案的專案小組會刊 出席委員包括王惠君委員蔡元良委員張坤正委員 會刊記錄翔附件三七至九頁 續一第八十四次及八十五次的文資會會議結論原則同意 登入本案燒新北街三十一項五十三號建物為例實踐組 唯因本案的建物的出入通道範圍 要人請本局邀請文資委員 辦理後續會刊以確定後續的實際保存範圍 相關的會議記錄請翔附件四第十至十二頁 及附件五十三至十四頁 那本局接續於一百零五年十月十二號辦理 確認歷史建築實際保存範圍會刊 出席委員包括王惠君委員蔡元良委員 會刊結論為經中和委員意見後 未立歷史建築之活化及後續整體規劃 建議本市中正區成功段一小段一二六之一地號 納入本歷史建築保存範圍 會刊記錄翔附件六第十五至十六頁 地形地基土翔附件七第十七頁 那本案的前述中正區成功段一小段一二六之一地號為國有 那目前其實是已經是空地管理機關為交通部鐵路管理局 有關一百零五年的會刊 十月十二日會刊意見栽要如下 一原校地已分割為數個地塊一二六之一地號為校門所在 如能整體考量與歷史建築活用共同進行規劃 應對整個周邊環境以及連接華山藝文特區 都會有很大的注意 也能提供非常適當之文化場所 二分建築面東以現有杭州北路通道與華山藝文特區相連 此反映日據時期鐵道運輸及除貨之脈絡 考量保留歷史建築附地及維持由杭州北路之進出通道 建議將一二六之一地號化為文化資產保存區 以立未來建築之活化及本區之發展 那這是位置圖請各位委員參閱 建物是在130地號 那現在的通道是126之一地號 請委員參閱 這是現況照片 你辦 你請同意登入中正區邵新北街31項53號建物為本市歷史建築 名稱邵新北街31項53號糧食局倉庫 其其他倡庫位置或地址 本市中正區邵新北街31項53號 其定著的土地地號及面積 建築物座落為中正區成功段一小段130地號 土地面積953平方公尺 126之一地號 土地面積712平方公尺 建物為中正區成功段一小段321地號 建物總面積範圍980平方公尺 實際保存面積須以保存範圍實測數據為準 登入理由及其法令依據 本基地為愛國婦人會創立的愛國高等技藝女學校所在 提供戰爭中犧牲之遺族能在此辦公辦堵 建政日治時期 日本政府政策所推動之愛國婦人會之相關活動 二本建築新建於民國48年成為台灣省糧食局倉庫 此外應位置臨近華山貨物存取所 光復後更名為華山車站 戰爭前後作為國內米糧集中 並分配運送到各地之廚房場地 所以本建物與日治時期及戰後的糧食政策有密切相關 三建物內部能保存大跨度之木航價 甚至特色於保存價值 四符合歷史建築登入廢紙審查及輔助幹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14款評價基準 保存範圍未立歷史建築之活化及後續整體規劃 本歷史建築保存範圍為中正區成功段一小段126-1地號130地號 本案提請委員會審議 主席不好意思 各位委會單位 這是鐵路局 鐵路局現在說明一下 就是其實我們這126-1地號 剛剛業務單位也有提到 我們現在面積是712平方公尺 然後我們從這張地極地形圖上面可以看到 126-1地號其實它的左上 右上角開始那一小段是通道的部分 那通道的部分面積大約是156.1平方公尺 所以我們現在鐵路局的意見是說 126-1地號要作為這個 這個倉庫的通道我們是沒有意見 但是希望說126-1能不能 就它實際做通道的部分來做文資審議 謝謝 謝謝 請大家不要 好 好 我問你問我 跟主席老師報告 依據文字法38條 其實它現在比較麻煩的是 鐵路局沒有講出 它以後這個分割了以後 分割多大 然後它分割的土地要做什麼 所以以後一樣會補到38條的問題 就是你要再蓋起來的時候 你會把整個建築物都遮蔽 那遮蔽了以後 未必我們會同意去蓋這個建築物 好 好 所以我想 在偏看的過程裡面 都可以大陸的通道 好 那我們針對這個案子 還是先請教做 先看好 然後我們也討論 就是剛才這樣子的一個先看的決議 那跟鐵路局這邊說明 就是說126之1地號 當然比原來的通道大 但是現在作為一個保留區 並不是說這上面什麼都不能做 一定要保留空地 只是說它必須要跟這個歷史建築 要考慮歷史建築然後來做活用 所以並不是說因此而就讓你們的權益受到影響 因為這個地方我們既然要保存這個歷史建築 當然希望說它能夠有一個比較好的活用 否則的話我們只是把它留在裡面 它的意義就比較小 那當然這個地方現在是鐵路局所管理 但是原來它都是屬於這個學校 就是高等婦女記學校所在的地 它本來是一塊地 後來才都割了 所以希望這個部分鐵路局可以提進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針對這個案子 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 誰教理 請 一個建議 針對登陸裡有第二項 委員們可以參考那個第三頁 當受現場被灘的時候 其實有查到一些資料 這個房子 目前的房子有兩個時間點出現了 一個大概是在支持1957年就出現了上半邊的部分 到1967年的時候下半邊L型的部分出現 所以目前第二點的那個理由 本建物興建於48年 這個時間點其實應該還沒確認 還是已經確認就是這個年代 因為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1957年 民國46年最晚就已經出現了 所以這個時間我覺得是有問題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 把這個年代比較籠統的講說戰後出現就可以了 另外一個小建議就是 華山貨物取集所 原來的名字就是 歷史名詞就是華山貨物易 當時候創立的時候 就叫 名字就叫華山貨物易 這個部分在那個 之前協助更新處的那個調查研究裡面 其實有一份調查報告 呈現出來 所以這個名字我建議 不要寫這麼長 因為主題其實是房子 跟華山貨物易其實沒關 就簡單寫就好了 把那個交通的那個關係講出來就可以了 那以上建議 關於那個清點時間 因為這次資料是沒有準備 上一次的會議資料其實是有很清楚的提出來 還是這一點的清點 那其實你如果仔細的比對地圖的話 其實那個資料應該是沒有錯 所以你是可以這樣子 我跟他說的 好 他在刷你 如果這樣確認的話 可以確認的嗎 可以確認的嗎 那我有很多 有4號 對4號 對4號 4號也是確認的講一下 對4號也是確認的講一下 跟委員報 這個 這個 主要是透過那個 管理單位有提供那個地級資料上面是 使用執照的登記時間是48年 所以我們的48 主要是針對這一塊去做 對4號 這張委員跟他講46年就有可能 對 可是他的資料 資料 就是地級資料 可不可以 因為要看那個 有資料嗎 可以 可以 好給張委員去看一下 我們其他委員有沒有其他的資料 有沒有 各位委員 可以這樣 登入的範圍 那如果這樣行行 那126至1 現階段 也沒辦法確認 可以 好 126的部分 126至1是全部都 對 全部都是 黃老師的一件事 其實不是不能改 是為了以後 將來在建築的時候 是要搭配 建築整合一起來 現在他的意思是他只要通道而已 對 他們 他們跟彈鐵局應該是建議 只要留這一條 對不對 我們的提議案是 整整塊都留下來 如果留那一條同照有行嗎 來 再安子我想前後 經過很多次會看 那我想 當然第一點 大概在這個區域 就是在台北市 這個都計畫的道路設置之前 的確是日本實在 因為他們的 戰爭的遺囑 在這邊工作 這是地點性 那剛才那個 張老師有提到 想保留那個墨字型建築 低棟建築的時間 有待確定 那我想 這個地點 當然在之前有提到 他是跟台北早年 鐵道運輸是有關係的 所以 他的主要面向應該是朝現在的華山一文中心 所以現在刻意就是把那一二六之一 先空下來 除了這通道以外 是希望說未來 從杭州南路這邊可以 有比較清楚的識別性 可以看到這種建築物 那因此也可以增加未來 這個華山一文特區跨過杭州南路跟本區的關係 謝謝 所以在一二六之一 照過去這樣發展 它是有保存的整個範圍的意義 這個可能跟台鐵座這樣能夠溝通清楚 就不是只是為了通道 它這個就說得清楚 它整個範圍它具備保存的意義 有點像這個新聞人剛剛提到的 整個歷史發展的物質 它的類似這樣 這整個範圍保存 我想這個 可是將來的火花 它還是會根據這個台鐵的需要的現創的保存 所以你應該不錯 如果這樣子 這個案就沒什麼好在正義 所以你再這樣一個精神 讓各位 各區台鐵也能夠了解 好嗎 剛看那個資料 確實 上面是寫48年 那所以應該是可以確定 因為那個是官方的登記的資料 那這個部分時間是有意義的 那不過它上半邊的那個部分 那一棟 方形的這一棟 時間會更早 所以從那個 右邊的那個資料來看 這個是48年的時候完成那個建物登記 所以它上面的那個壓的官方的檔案是壓建築完成時間 那這個時間其實是更早的 就是1957年以前 那空照圖上面已經呈現出來 所以顯然後半邊的這個時間 當時候 因為那個面積我沒有去check 是不是符合全部的那個面積 這個部分再請那個 怎麼辦 因為它上面有登記的那個面積 再check一下 那個面積是不是混合這一個部分 還是只是這一個部分 這部分再做進一步的 那個完全是用不變 好 其他有沒有意見 那主席 今天 因為剛剛有談到126GD號 那因為我們去了解文化部對這一塊用地 也有很大的一個在利用的一個需求 那是否請文化部的代表 來提出一下他們想法 另外 針對於台鐵所提的疑慮 那其實如果 跨電圍保存範圍 他們後續可以去辦理 有償或無償的撥用 這文化部也都可以跟台鐵做後續的接洽 主席以及各位委員 我是台灣音樂館也是文化部的所屬 那今天轉達文化部的一個意見 就是 不管這個委員最後這個基地怎麼樣的一個決定 那文化部都是有益接管這個空間 對 有強烈的意願 以上 這個將來三方多方的協商 我們文化局多協助 尤其是文化部將來跟台鐵 不管將來後續的行政作業上怎麼來進行 我想這個東西不會影響到 我們麻糊的使用的需求 但是台鐵局也要不夠樂意配合 OK 其他有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剛才除了這個當委員的這個部分 在做這個氣球確認 好不好 我們在做氣球 那個 如果說那個面積能夠確認 看這個部分要怎麼登陸 再來做這個定案 好不好 那這個案就給他通過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審議二二 台灣台北地方法院院區內深坑視覺建造物基礎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再報告是 謝謝 本案是依據文資法相關規定跟86次委員會的審議結論辦理後續 這邊簡單介紹一下上次委員會已經有報告過 這個是台灣台北地方法院 將要在院區內的北側基地 新建一個民室的辦公大樓 那在工程前期 其餘範圍內 視覺了四個探坑 那發現那個儀式具有文化資產價值 所以提到本局辦理 那台北地獄院院區是 住在中正區城中段三小段十七地號 那該比土地上有87年9月1號已經公告指定的市定古基布聯總會 那地獄在97年的時候有委託那個北科大辦理的一個 市定古基布聯總會的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那計畫書裡面也有揭示 本基地內原有西學堂、藩學堂及登營書院的一個設置 那為了文化資產的保存 那文化局在今年的9月23號由田副局長率隊 辦理了這個地區的文化資產價值鑑定的專業小組會看 那會看結論就是本案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的意見 送委員會參考 本案的翻學堂 本案提到整個案子提到上次的文資會86次會議審議 那結論是本案經委員綜合討論後 並由出席委員同意決議如下 原則同意翻學堂移購具古基價值 那第二點是有關米半六其他事項 翻學堂移購目前僅於城中段三小段17D號基地內發現 為未來本街坡及臨近界坡D號 涉及地下開挖工程 開發單位應先進行視覺 以確認是否留存翻學堂、西學堂、登營書院移購 並以文資法相關程序辦理 請納入後續公告內容 有關臨近接坡D號的土地範圍 請文化局釐清後再提送本委員會 那第三個決議是本案的翻學堂移購 是不是納入87年9月1號公告的婦聯總會 以擴大古基範圍的方式辦理 或者是另案指定翻學堂為試定古基 那請文化局終整分析後再提送本委員會 那其他事項是本案位於市中心地區具重要文資及歷史意涵 建築量也應該減量不應該高度開發 後續請台北市都發局協助 那依據上次的會議結論 然後以及參考委員意見 以及張坤正老師所做的婦聯總會的收復再利用計畫的報告書 文化局終整了翻學堂移購跟婦聯總會的各項資料 那分析總共有6項公務委員參考 那第一項是就年代而言 婦聯總會前身是入軍台北捷信社 明治31年創立的日治時期建物 那翻學堂地下一構則是為光緒16年的一個清代建築 那就建築物的座落範圍而言 婦聯總會是僅座落在城中段三小段17地號的土地 那翻學堂設籍土地除了婦聯總會17的地號之外 也涵蓋了臨近濟窟的多筆地號的土地 那第三個是就建築歷史及功能而言 那婦聯總會制的堂建築原本是台北協行社 那是陸軍降校級的軍官聯誼的中心 那在39年的時候在台北成立的婦聯總會 那使命是為了糾合群力協助軍事反攻大陸 然後後來是交給地院來管理 那翻學堂則為流民船所設 原為翻府開墾藝俗教育的一個延伸 那第四點就建築形式跟特色而言 那婦聯總會是單動的加強專造 那鋼筋混泥土的樓板 路口上放棄兩翼圖出山牆四周拱廊 是用石材拱新史 那以翻學堂就出土的遺構跟再利用計畫照片來看 那翻學堂的主體建築應該是石材跟木照 那就針對未來的活化跟再利用 婦聯總會未來是將作為台北地院的會議 辦公室及開放作業展覽空間跟輕食的一個餐廳 那翻學堂就目前而言是 建議維持在地下移構的現況 那古蹟指定的理由 那婦聯總會指定的理由是日治時期 陸軍部的協行社 再後為婦女反共抗兒的一個聯合會 具有近代婦女參政史的意義 那翻學堂則是台灣近代重要人物流民船 至台時期推動智強新政的一個建物 也是少數清代跟原住民直接相關的一個證物 那有關上次的委員會建議的 翻學堂移構的臨近接科的部分 那經業務科這邊套匯了相關的圖資 翻學堂移構除了台北地院已經進行 確定坐落在城中段三小段十七地號土地外 臨近接科範圍有 城中段三小段十七之一 到城中段二小段五九九等十九筆地號 那另考量西學堂登營書院地下一構可能還存在 建議將該兩處地下一構可能坐落的土地範圍一併納入 扣圖已經重複的兩筆地號 然後還有包括城中段三小段九十等九筆地號 總共是二十三筆地號的土地 這個簡單報告一下十七地號這個部分是翻學堂 翻學堂的一個北側 這個上次委員會 那一二三四是上次四角的一個位置 那請委員參看 那這個是一號探坑 二號探坑 三號四號探坑 那這個是現況的照片 那就請委員參看 這個上次委員會有報告 那就是提供給上次委員會沒來的委員 這個是建物變遷的一個調查 是由那個曹羅毅建築師事務所提供的 那這邊可以看得出來那個之前的建物的一個 座落的一個位置 那這個是空照圖的部分 那這一次的總共二三筆的地號 是用套匯圖 跟現在的地級圖去套匯出來的 那這個是之前的翻學堂 西璇堂跟登影書院所座落的範圍 那總共除了十七地號之外 總共還有臨近街坑的二十三筆地號 所以這個總共有二十三筆 扣除重複兩筆之外 然後全部的產權的所屬 跟地上的建築物的部分 那本案您請同意指定 翻學堂移購為本市市定古蹟 那古蹟的名稱是翻學堂移購 那種類是書院 那位置是在台北市中正區 城中段三小段十七地號 古蹟及所定住的土地地號及面積 移購注落土地為中正區 城中段三小段十七地號的所在位置 如臨近周邊地號土地 後續開發過程中發現翻學堂移購 則另行公告增加注落土地的地號 那指定的理由及法令依據 翻學堂為台灣近代重要人物流民船 治台時期推動治強新政的建物 亦是少數清代現存與原住民 直接相關的證物 為台灣重要原住民歷史的見證 本建造物在台灣近代史上 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及價值 那第二點是台北城內僅存 很少數清代建築籍移購 且目前發建之本屋台積基礎 亦為罕見的歷史移購 具稀少性的價值 那符合古蹟指定被子辦法第二條第一款 跟第四款的評定 那你辦二的部分 有關地下移購列車範圍 是否亦包含西學堂跟燈營書院的移購範圍 以及地下開挖多少公分的工程時 需先進行視覺工程 視你的文字如相 那有關發洩堂 一共目前是在陳中段三小段17D號內發現 可是唯本接科及臨近接科 套匯出來的總共有23筆的D號 那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四條 做列車追蹤 那未來涉及套匯部分的地下開挖 那開挖深度是達多少公分以上 那請委員會討論的工程 開發單位應先進行視覺 以確認是否留存 班學堂、西學堂、燈營書院的移購 並依文資法相關程序辦理 那本案提請委員會審議 以上 那個我們還沒有補充的 我們這邊左邊右邊要補充的 針對剛才的報告內容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再請 各位委員我做個提醒 就是因為這邊有牽涉到原住民 所以我想 以後我們相關的工作 包括我們這個地方的歷史書寫 應該要參考原住民學者 從原住民的主題觀點來 對這個地方詮釋 我想這樣的話 我們關於這個地方不會再重新落入 當時的漢人主題的這種歷史 我覺得是以上建議 好 謝謝 我們這邊這個案子 我們是上次的討論以後 那麼文化主題 按照大家的這個討論的方向 做一個重新的分析 那麼再提今天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麼主要是在你一半的這個事項裡面 可能有一些這個上次有稍微調整的一些地方 那還是聽聽看各位委員的意見 在這個部分今天那個台北地院有代表嗎 台北地院有沒有 我覺得我還是要再次的感謝 因為上次我聽 我就曾經感謝過 台北地院在整個過程裡面 對文資的保護是非常積極 在做這些方面的支持 那過程是台北地院主動在視覺過程裡面發現 有很多 那這一部分我們要再次的感謝 因為這個文資現在如果 能夠得到台北地院類似這樣的一個支持力量 這是非常了不起 可是我們也提到 就是說這個新聞員也特別強調就是說 因為在這個中心地區 未來的開發量 也是要盡量的來減少 可是台北這個地院又有這樣的一個需求 那未來除了這個都發局要配合之外 就是說我們怎麼樣市政府的力量 將來無非就是開發的土地 就不集中在市中心區 城中地區 那人家又這麼響應文資 那文化局我剛才一再強調就是說 我們將來要在文資保護要有主導的力量 那文資不會是各方的包袱 那我們怎麼擠市府的力量來協助 那這樣的話地院再做這些方面的積極支持配合 就會更具意義 要不然就是說老是把包袱拿在身上 所以我想就是說 在未來整個過程我們上次也提過 只是幾乎上沒這樣寫 可能也不方便這樣寫 這是一個原則 就是說未來在整個討論定案以後 我看這樣一個方向大概跑不了太多了 就文化局應該秉持市府的代表立場 那全程積極來主動瞭解地院在擴建或發展上 有什麼需求 市政府有什麼資源可以來支持這個地院這樣的一個 好不好 我想這是一個原則 那這樣的話 我們在做文資保護的時候 它就會是市政建設的一個加分 而不是說變成是限制跟包袱 我想這個我再次強調 我們請教各位委員有沒有其他的建議 我想這次整理的也非常好 都有照這個上次的這些意見 來做這些分析跟會議 我想我們是不是也承襲主席的這樣的一個指示 我們是不是嚴厲好我們根據也許文字化什麼東西 我們能夠有一些正式的表揚 能夠來感謝這個台北議員能夠這麼樣主動 這個其實是建立了我們跟很多單位 這種文字保存這種相互關係 這個是值得肯定的 好 好 教委委員來 謝謝同意主席跟我講說 這一次文化區整理的很重要 那剛剛那個指定的理由 你再休息一下 指定的理由 我想修正一下 就是證明那個 應該是原住民的教育 教育的那個 對 對 對 那個 為台灣重要原住民歷史 原住民教育重要的歷史見證 還是有納入正式的一個教育體制的體系 應該是教育不是歷史的 這個不是講原住民歷史的教育 這個不是講原住民歷史的教育 我是講教育 我是講教育 謝謝 謝謝 謝謝委員 我們其他委員有沒有 這個建議那些 前面那個 第四 第四 第四款 對 所以那個後半段 如臨近周邊 地要土地 那個文字法33條 都規定的很清楚 所以那個部分可以刪掉 而且你在那個 後面這邊 沒有提到歐續的 如果有開發 有什麼發現的時候 也都規定很清楚 這邊是要 要定義的這個 所以應該可以不需要那一段式 OK 好 其他委員 再問一下 謝謝 來 其他委員還可以建議 所以我們再請 因為我是講 其實請那個 杜華局局長 就針對 台北市的發展 舊成績 尤其在國外特區 希望能夠 一個比較長期的 一個政策的想法 因為我是覺得 我們局長還沒有承擔了 但違對這個案子 好像他沒有來 我們過去那個文化局 文治會堂 那個時候還沒有改組以前 還沒有升格為 五級、一級、隊經 反而副局長是經常參加 副發局副局長 對 明正局局長 副局長也是經常參加 所以當場很多政策上 他就可以 呼應 就決定 那就是那個 那個喜阿喜 還有那個 典其 那現在 局長只是前幾次參加 所以我只想說 能不能請他 趕快來談一談 對 就是我剛剛看了那個 地方法院的院長 那個理由 當然我是覺得 他是站在他們立場講話 但是我是覺得 這個發展局 應該對國外脫棄 因為過去我 與你原原是有 這樣的一個構想 我想你也非常清楚 不過還是局長講話 所以說我們在這次文資委員會府內委員 就已經是直接指定 對 或者局長是在這 為什麼我們過去府內 其實經常行程 這邊決議了以後 是副局長還參加 局長在府內開放 打我們的文化局 我說這個不行 你要我來這邊當主席 我就不能亂了 所以這個是有落實的 那但是現在局長不來 可能是因為事不關己 那也沒關係 但是剛才委員講的就是說 每一個人都很忙 可是來的人一定要能說話 來就是代表局長 不能代表局長 沒有得到授權就不要來 所以我們每一次來的人 大家各單位要回去傳達清楚 好不好 就是說我硬性要求局長一定要到 那可能你們有一些困難 但是來之前問清楚局長 我今天說的算不算 任何大小事情 所以今天講清楚就是說 剛才這個新聞委員已經提了兩次 舊城區或國外特區 他的未來的規劃發展的原則 我想這東西可能要做一個 下一次要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那麼讓委員這樣的一個關注 那尤其對這個台北地院這樣配合 他都有一個依據 不要說配合的倒楣不配合的 那將來秉持這樣的一個文資保護的 這樣的一個精神 對未來城區市中心地區低量體的 這樣的一個開發原則 怎麼來確定 整個規劃的全盤方向 我想這個東西兩個 來的一定要能夠說話代表 第二個就請出發局先這樣看好不好 好 因為我在牽涉兩個城市 一個是古蹟的保存 一個是城市風貌的保存 所以這兩個城市 所以才有對舊城區 尤其國外特區 要有一個特別的一個政策指示 那麼現在地面要擴建 它是非常有必要 但是必要性它有空間上的台境 不是說你一定要非在這裡不可 這個我去講了好幾年 那過去因為地方政府不敢 好像跟中央政府好像癡解就衝 但是如果我們有一個政策是 事先在那邊宣示的話 那就事先大家有一個共同的理解 那就比較好一點 不是說故意來對抗 是這樣的意思 因為地方級的法院 跟中央級的高等法院 因為地方級的法院 它這個彈性就比較大 因為這個地方 我過去講過在清朝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蘇燕街 很重要的一個文化 文教地區 所以我是覺得如果有一點彈性 當然有一點政策的一個前提的話 那這樣大家溝通就比較好 謝謝 這個把它做成今天的資料好不好 對於獨法庭的一個要求 那麼未來的政策 掀示了這樣的一個原則 或規劃的輪廓 要能夠解釋出來好不好 那剛才委員提到的空間 對於彈性的部分 這我不要能夠盡力 就從這個地方法院 這個案子來做起 以空間有彈性 我們來協助 未必是都從市有土地找不到 但是如果說在市區裡面或郊區 它所有土地 我們能夠來幫忙協調 我想以他們單土爭取 會有幫助我們盡量很窮好不好 好 如果沒有其他意見 還有沒有其他意見 如果沒有我們就照這樣 好不好 來下一題 主席報告 不好意思 因為這邊有涉及到地下開挖的工程 要先進行視覺 那我們委員會是不是要討論一下 開挖多少公分以上的工程 才要辦理視覺的工程 開發多少的範圍 未來開挖的推測 向下開挖多少公分以上之後 就要進行視覺 這不是說全部的開發案 都要視覺嗎 地下 因為常常有道路的一個整修 整建 所以是不是要開挖了 地面範圍之外 地面範圍之外 就地下移構 對對對 那這個路標 這個很重要 這個請教各務員 尤其我們的台景 不好意思 主席 那個我還是想就叫各務員 就是 因為我們上次的討論是 下面其實還很多是不確定的 所以就像剛剛有講 可能周圍其實是要挖 所以我們現在 所以我是在想我們 因為文字法裡面有一個考古遺址 還是我們應該是定一個範圍是 考古遺址區 那這樣以後任何的要在裡面進行其他工程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這個也是移構 那我不曉得啦 就是我們現在是把移構把它指定為是歷史建築 但是事實上它其實還是很多是 是我們要挖掘才會有的 甚至還有很大一部分是還未知曉的 所以這樣子 如果我們用另外的方式來處理 會不會更好 這個當然我是就叫各位 那個經驗比較豐富的委員 我們禮拜二這樣子 是不是有點像那個範圍的確認 禮拜二就是 包括氣血糖跟這個 任意輸用 那這兩個範圍它必須要視覺 如果挖到以後還要再提到委訓 那現在就是說要挖多少公分 要開始進行視覺 那剛才委員提到的那些部分就是說 是不是要再划定一個範圍 這兩個有通過嗎 應該會 因為原來的範圍可能打開 原來是 現在是針對這個血糖範圍 原來預估是這樣 我想蘇委員的意思 不知道是不是說 也有可能未來的範圍會可能擴大 是要畫一個 未來要進行這個 就是以夠的可能範圍化大一點 只要這邊有任何的道路工程 或者一些開發工程都要進行視覺 我不知道這個理解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說還要再放大 還是就以這個範圍 西學堂跟登雲 現在先以西學堂跟登雲書院為範圍 這個相關包含到的這些道路等等 我們在規範它一個視覺的一個標準 視覺的一個 那如果說照委員剛剛提的 可能就是這兩個之外 還有一個更大的範圍 可是我們剛剛講的意思是 這兩個之外如果視覺到 可能在提報慢慢擴大 應該是這兩個並不衝突了 如果說可以的話 我們還是照這個理辦 只要決定就是說 我們這個工程要開發多少公分的時候 要視覺 這個可能要請教做委員 總覺得說我們已經話題範圍了嘛 但是它那個道路之後說要重複 我們要不要視覺 道路可能只有幾十公分吧 我們來請 這方面當然也請一個 剛好是發表一點意見 我是覺得就是 我們可以設定一個三十公分之內 因為包不到下面 如果三十公分這樣可以嗎 工程單位 工程單位有來嗎 工程單位有來嗎 工程單位 工程單位有來嗎 工程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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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這個整個肩貨裡面 包括因為房子是一回事 很多鋪面其實都破損了 當然他們要那邊繼續用 當然是要做一些路面處理 所以我認為那個深度應該以那個為標的 至於說挖管線的話 那個其實通常可深可淺 那我覺得很可能會碰到這個下面 就要視覺 所以30公分對鋪面來講 道路鋪面改善應該是OK 但是現在不是要方便管線的埋設 不是 我們現在是擔心挖到它去 所以如果說管線50公分一公尺 那都不用視覺 那挖到就來不及 這應該是兩者是背道而馳的 我想這可能不是要方便 來 立遠德爾 那個我補充書明一下 就是現有的這個移構 大概都是在現有地坪下面 30公分就開始有了 所以啦 那這個定30公分都很危險 所以這可能還是 我們除了定30公分 但是還是要給這個道路 路管的單位要有這樣的概念 就是說30公分要稍穩住 尤其在這些範圍之內 一碰到就不能夠再往下 好不好 我想這可能就是說 有些時候20公分就碰到了 那可能要特別注意 這可能在備注上 或是說將來決議上要特別加強 除了30公分之外 可能還要再加這項好不好 OK 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這樣定案 用30公分 那範圍還是以這個泥辦的第二事項為準 那未來發現任何的新市政 依構的新跡象 我們就趕快提報委員會 再重新自由範圍 來做擴大遺佛的確認 這樣好不好 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進行下一概念 審議案3 中正區福德爺藏信廟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中正區福德爺藏信廟文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方案情形 建物門牌為中正區近江街34號 建物是無建號 出落土地在中正區和提段四小段 256、256-3、256-4 及263-32D號土地 其中前三名土地所有權人為私有 是屬於王振哲所有 263-32D號為私有土地 那管理機關是本府財政局 第二點 新查99年期間 使用單位長慶廟管理委員會 曾向本局申請文資鑑定 本局在99年4月15號辦理鑑定會刊 初步認定具有保存價值 為期保存形式及建議保存原則 將提送文資會進行充分討論後決定 本局續行於99年6月11號的文資會第29次會議 決議為本案 今中和討論初步認定具有保存價值 為其保存形式仍有疑義 會求市政之完整性 請黃富三委員提供 協助提供相關文史參考資料 如寺廟台藏 必定充分討論 故決議本次暫緩審議 事相關文史資料補充完整後 再續行審議 今本局前往文中延院 調閱寺廟台藏 為台北地區的資料缺乏 故尚無可補充相關文史資料 第三點 今年8月5日 長慶院廟管理委員會委託 黃帝影律師等人 再次向本局請出申請 本局於9月8號 由薛琪老師召集組成專案小組 辦理文資價值鑑定會刊 會刊結論初步認定 具有文化資產價值 本案專案小組意見 將文資法強關規定 續送文資會審議參考 那針對專案小組的委員意見 重點 因為現有的建築本體 雖為不同時期政見所知 但店內的隔扇門窗門 而人為木構 應是日治昭和十一年大修的產物 然後長期廟的主體建築 古上保存昭和十一年代的局部 還有後方的大榕樹及前方廣場 都是古庭莊地區重要的發展見證 及具有文化資產的價值 建議保存的範圍是大榕樹長慶廟鎮店 及前方廣場所在土地 可以對照舊地極圖的尺所在地木納入範圍 有關摘要的細項可請委員參看的案件資料 另外有關辦理情形第五點 本案有關地主黃正哲所設的三筆土地 他在九十四年期間 經公開拍賣合法取得 然後期間也曾委託代表與廟方些調度 都市更新事宜 但未達成共識 但地主認為目前已經影響他的土地權益 所以也請市府能夠補償地主 他的有些原有土地權益 地主意見請享105年9月8號文字價值鑑定的會談紀錄 另外本案的文化價值評估報告 請各委員參看報告資料 這個是古今目前做做土地的地號共計四筆 然後這個是建議保存範圍 而是擴大為九筆 因為連同基地北方北側的 基地北側的那個老樹跟南側的廣場 所以建議是連同北側的三筆 北側三筆財政局的土地跟南側兩筆的財政局土地 並納入 那這是那個長器廟的正面觀 那這是內部正點 那這是那個石雕的商爐跟虎爺 然後還有石頭鉤 然後原有那個早期的有下來的結構的部分 那這是老樹的位置 剛好在正店的正後方 那你辦 本案你請同意登陸 中正區福德爺長青廟建物為本市歷史建築 名稱福德爺長青廟 總類寺廟 那位置或地址是中正區近江街34號 那歷史建築所定著土地 建築物捉入土地為中正區合體段四小段 256256-3256-4及263-32等四筆土地 那建物為無界號登記 然後第五頁 那麼登陸裡有其其法令依據 長青廟就名為古廷莊福德爺廟 土地公畫號福德爺為漢人農業社會最普遍奉似之神職 廟指位處古廷莊村落南側交通要道旁 本廟也不僅見證早期漢人很拓古廷地區的歷史 意思地方共同性兩之無形文化 現有建築本體雖經不同時期增建 為鎮店內仍保存飽和十一年大修時的 木構格扇門窗及門額 鎮店的石雕香爐、老神像、石頭、宮古爺等 依據歷史價值 符合歷史建築登陸廢紙審查補助辦法 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評定基準 建議保存範圍為鎮店前方廣場及後方大榮素所在土地 包括中正區核體段四小段 256、256-3、256-4、263-31、263-32、263-36、247-11、247-12、247-13等 有私有所有權人要不要登記要不要發言所有權人的部分 主席各位委員還有各位主席代表大家好 我是那個黃正哲先生的代表 那我今天就帶他在這邊發表一項三點聲明這樣就OK 1.本人於民國94年平民公開拍賣債權財務方式合法取得長青廟長期佔用之 合體段四小段256、256-356-43比土地 本人乃不得已的狀況下以高額制債權承受一塊無法使用收益的土地 其中債權的損失已超過7000多萬元 本人取得土地十餘年來從未向長青廟收取任何租金 十餘年來地價稅亦已繳納數百萬元 何先說明無上 2.民國99年間有建商開始推動附近接闊這個都根 本人當時唯一的條件就是寧可犧牲獎勵容積值 也要求建商必須與廟方妥善協調 也因此多年下來與廟方召開了多次協調會 提出的方案包括協助廟方成立合法法人 登記合法土地與廟方 登記一樓辦公室空間與廟方等等相當優惠的條件 也配合廟方要求以訴訟方式進行和解較能說服信眾 然幾年下來廟方態度一直反反覆覆 同時間甚至提出古蹟堅定申請來反制本人 本人對此只能表達無奈 3.本人多年來對這塊土地只有支出沒有一毛收入 如今有發展機會也希望與廟方能雙贏共榮 但大力釋出善意的結果卻遭有心人士不斷的污衊 而今面對政府力量之介入 本人無力阻止也只能表達無焉之抗議 本人對於古蹟專業建立不表達任何意見 但如會員會最後審議結果認定為古蹟或歷史建築 請依照文資法相關規定 根與本人補償全部三塊土地容積已轉之補償 如屆時造成僅用古蹟存在的那一筆土地給予補償 其餘兩筆土地不給補償 卻又讓廟方繼續佔用 如此將造成本人更加難以恢復之損失 請貴員會詳加考量並做出對各方均有立志決定 以上謝謝各位 謝謝 其他還有沒有補償嗎 有 有 來請 郭寶 同席 大家好 如果依據這個在我們早期復得的長青廟 原有的範圍是順大 而跟現在我們可以看到的風貌差距甚多 如果要恢復為 像他現在可居留的 都是只是鎮店內的可移動式的所謂 石雕香爐老神像之骨公 虎爺 那這些可移動式的東西 是不是他最歷史感 我們可以把它作為一個坎路式的什麼東西 或是怎麼樣 因為他的技感是可移動的 那他如果要被列為故事 也應該恢復原來的視頻上 才叫做風貌吧 而不是現在的這個樣子 這是民國84年 民國71年重新一再擴建的 如果這個樣子也認為認定 他已再用為藉口 那是歷史似乎基 那我就覺得 對我們的下一代指定是沒有意義的 他要恢復也應該是恢復原風貌 那請問長期一票有沒有意見要發出 主委還有各位黨官 各位委員大家好 謝謝 我不大會說話 可是我很實在 我今天還存在 下一次各位委員有到我廟裡頭去 我有講過一句話 如果我講的話要是 好小的騙人的出去馬上給車鑽石 結果今天我仍然就依舊坐在這裡 我只能把我地方上的事吐露出來 我很希望各位委員今天能夠依法行事 來確定文物的資產 一定要確定 因他是我們地方山的一個信仰中心 他在地方山也有250多年的歷史 不管是文物的保存 和後頭有顆250幾年的大榮樹 這個市政府也有專案在處理在保養的 我們都是義工 完全不營利 只希望讓我們地方山有這麼一個傳統風俗的文化 希望能依舊保留 讓那個家村啊 阿伯有去收財堂去 很乾乾淨淨的一個熱圖 這個在台北市哪裡地方可以找得到 剛剛他們講的那些我不在意別別 如果我在講的話 今天我們來這邊的意義完全失掉意義 我們今天主要是要來漸進看看 我們的文物古物 這個實不值得我們去保存它 我的希望是這樣子 我不再跟他們這邊 在口角這樣一天到晚 甚至來找黑道人要來找我 我洪某某 我是主委 我剛淡淨的主委 我們主委過世 我剛淡淨的主委 是不是要逼著我 找古林基都不能住 我都要跑路了 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 我是希望各位委員 依法救世 依法來確定文物的市場保護 我只求這麼一點 你們看著 裡頭裡面 因為我那天給那個八位委員 他們如果給他們看到 我們的苦物在哪裡 我們的功夫幾多 我七十一架 我不會騙人 我講話很浪漫 不過我講話很實在 為了家家實聲 遺憾了 我還是經意去訪 如果我有豪小出去馬戰爐 有事情發生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還有誰要補送法院 我們的律師好不好 主席各位委員 我是常青廟的這個案件的委託的